继续来关心宜兰郊溪昨晚发生的银楼抢案 当时歹徒持枪闯入 69岁林姓老板被榴弹击中 幼额头被划伤 而嫌犯在刑抢未遂后逃逸 警方是漏夜埋伏追气 今天中午终于在嫌犯花莲的住家外逮到人 而这间银楼却是在短短15年内 被歹徒光顾了三次 也让附近住户直呼太倒霉了 为什么要开枪啊 不好意思 为什么要伤人 头戴帽子全程低头不发一语 在警方围城的人墙中快速钻进车内 这名红衣男子就是犯下6号宜兰郊溪营楼抢案的歹徒 当时他持枪闯入店内 老板一架三口奋力抵抗 一阵扭打之下 男子当场开了一枪 没想到榴弹却不幸打中69岁的林老板 造成他幼额被划伤 宜兰警方获报后 沿线调阅监视器跨区追气 7号中午趁着嫌犯外出时 在嫌犯花莲的住家外 埋伏警力一拥而上 将他逮捕到案 目前搜索行动在进行当中 持续会理性相关案 这名歹徒相当狡猾 早就规划好逃逸路线 抢劫未遂后 先是以徒步的方式逃逸 再换乘偷窃来的机车 不断在郊西乡内的小路乱窜 途中还一度变装 企图制造断点 躲避警方追查 不过最后仍狼狈落网 不过这间营楼 从2007年开始到2021年间 短短15年就被连抢三次 也让附近住户直呼 实在很夸张 解花莲一栏综合报道